上一集都跟大家說過 Work From Home 絕對是一個你救密的好時機 今次我又有筍東西要介紹給你 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上一集跟大家介紹過幾部電腦 好讓各位在Work From Home 救密的時候 都有理有據一點 今天同樣都要介紹一個 有助你真真正正的Work From Home 的好東西 Samsung 最新推出全世界第一個 Do it all screen 的次世代智能螢幕 27吋 M5 Smart Monitor 根據我們的傳統 都是先跟大家一起開箱 看片之前 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大大力按我旁邊的小鈴鐺 多謝大家 好了 先跟大家開箱 打開箱後會看到有一個底座 底座方面相當硬正和很薄 另外配件部分就有一個遙控器 你沒聽錯 是不是很驚訝呢 螢幕有遙控器 再來就是一個三腳插頭 和一條HDMI的線 接著就是連接底座和螢幕的支架 再來就是我們的主角 也就是 今天要介紹這個M5 27吋的本專 開箱的部分就是這麼多的了 顧名思義 次世代的智能螢幕 它是一個智能螢幕 大家可能都會有些出奇的了 智能螢幕 螢幕要智能到底有什麼用呢 我初頭都是有這樣的疑問的 後來我用了上手之後 一切的疑問都已經解決了 香港的寸金尺島 並不是每一個人的家裡的房間 都可以塞進一個電腦的螢幕之餘 又可以塞進一部電視的 所以M5就非常之適合一些 不想房間又擺電腦又擺電視 但又想有娛樂的你 特別最近大家都需要work from home 多了很多時間在家裡 很可能你的小朋友 又要在家裡上學 要zoom等等 工作之後 如果你想休息一下 娛樂一下 看電視播劇 那這一部M5就非常之適合你 遙控器本身其實都是相當英俊 手感也是非常之好的 可以直接用遙控器進行快速的開啟 譬如我要開Netflix 或者我要去按一個網絡上網 都可以的 它不單只是一個Monitor 那麼簡單 它還是一個內建了Tyson OS 智能系統的一個螢幕 界面跟現在的Samsung智能電視 是一模一樣的 不需要接駁你的電腦 都可以下載很多常用的App 去使用 例如是Netflix YouTube Spotify Now TV ViuTV 等等這些全部都可以用得到 當然你想把它當作一個工作時用的Monitor 去使用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只是需要將手提電腦用HDMI 去接上這個M5 就可以使用的了 又或者也可以使用這個Remote Desktop 就可以用一個無線的遙控方式 去到遠端控制你的電腦 你看到現在 我在桌面上沒有任何PC上的連接 在這一刻我只需要連接我的Wireless Keyboard 和我的Wireless Mouse 那就已經可以處理到文書的工作了 更加可以直接透過Monitor 就可以登入到Office 365 來進行一些文書處理的工作 而如果你本身是一個 Samsung手機的用家 更加可以用Samsung Desk 將手機的App 投射到M5那裡使用都沒問題的 只需要在Samsung的手機上面打開Desk 然後選擇M5 M5就可以快速進入到Samsung Desk 配搭你的南牙鍵盤或者你的滑鼠 你的手機 立刻就不知為何變成了一部無線的主機使用 整個操作其實都跟PC是有點類似的 所以在介面上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也都會不熟過操作的 其實完完全全是顛覆了手機工作的一個體驗 也都正如我剛剛片頭所說 因為它本身就不限於要接上了你的電腦 才可以使用 所以你其實可以應用在非常多不同的場景上去使用 例如你在家中使用這個M5 就可以透過遠端控制這個功能 去控制在你公司的那部電腦 又或者你老婆在用你的電腦做事 女兒在用電視來看卡通片 但是你自己又想看英超或者想播一下Netflix 你就可以用M5去開NOW TV或者Netflix使用來看了 螢幕本身其實比我想像中輕很多的 不算支架在內的話 它只是重3.6kg而已 也都是比我想像中薄的 只是厚7.5mm而已 當然它不是說薄到很誇張的那種Monitor 但是你放在你桌面看起來 都已經是很好看的 都很夠薄的了 它的底座質感是相當之好的 是金屬來的 並非是素架 所以單單是底座 它已經是重1.4kg 換句話說 你不需要擔心 你不小心會推跌它 因為底座本身有一個相當可靠的重量 但是底座只是薄2.5mm而已 所以是不會阻礙到你桌面很多空間 起碼你可以將你的東西 塌在東西上 都不會看起來好像很厚一樣 兩個HDMI 2.0的插頭 和兩個USB-A的插頭 其實USB-A方面 我個人覺得 如果可以換成USB Type-C的話 會更加好 如果你可以換成了USB Type-C 還可以幫你的手電腦進行供電的話 完美 27吋的螢幕 配搭了1080p Full HD的解像度 M5本身都有不同的模式 可以給你做選擇的 例如是一個標準的模式 或者是可以當你連接遊戲機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遊戲的模式 可以給你做選擇的 亦都是會有一個叫做護眼的模式 是方便我們去降低這個藍光 保護我們的眼睛都有的 說到一個智能的螢幕 就當然會有自動調光的功能 Adaptive Picture 就是會依照你自己身處的環境 去自動調校這個螢幕的光暗度 以及它的色溫 亦都可以更加保護到你的眼睛之餘 亦都可以確保這個螢幕的色彩 是一個最佳的狀態 這一部的Samsung M5 27吋 次世代的智能螢幕 它的售價是港幣2380元 我下面會放一條連結給大家的 有需要的話大家就可以Clip去看一下 最後記得一定要理性消費 因為有需要才好購買 今天這條影片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補你的影片 記得要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旁邊的鐘仔幫我按一下 你才可以收到我最新影片去發佈 順手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為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新產品 我會首先透過story的方式 去到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